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Westwind的 我之前介绍过这个楼盘 但当时介绍的时候还没有盖好 这么快的Polygon已经 这边的高楼已经盖的差不多了 然后这边的townhouse已经基本上盖好了 所以买房子还是要买这种大建商的 绝对是用实力说话 我们今天就来参观一下 Polygon一手打造的Westwind的townhouse项目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Westwind的townhouse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车库是独立进入自己的房间 跟很多地下车口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放出的17套 可以说价格上非常的好 将来要是住townhouse 像这种感觉就是自己的一个小花园 跟我之前卖的UBC的公寓很像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花园很漂亮 然后总体的外观 我们能看出来也是那种非常符合 UBC这种森林系的感觉 很漂亮 暮色 现代这种颜色 这种壮色 UBC它除了自然环境好了 人们环境也非常好 都是教授 访客 你看它整个的人种的一个多样性 也是凸显的比较明显 进来之后 所有的地面都是木地板的 我们来还是把鞋脱一下 这个是做了一个精装修的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来 首先看到这是一个书房 如果你一定要说是一个房间 也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小一点的房间 这边也是有一柜 也是有窗户的 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定义房间的标准 但是现在越来越宽松了 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所以一楼也是有一个卫生间的 如果有客人在这边也是可以用的 这个是单车位的一个车库 经济实用 因为大部分人在UBC住 其实它整个的一个车位的需求 没有很高 没有很多 这个门我觉得也蛮漂亮 那个黄色的门 然后这边是一长条的玻璃 比较现代的感觉 然后透光也比较好 楼梯用的是地毯 这样的话我们走起来的话 还是比较舒服的 来到二楼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舒适 你看外边甭管这个风 有多大 里边感觉非常的舒适 这边是一个正餐区 那么正餐区这边 放一个六人座的一个桌子 是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因为是个边角单位 所以它有两扇窗户 采光很好 如果要居住的话 大家预算 但凡是OK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买这种边角单位 多一扇采光就多一份好心情 然后我们的厨房 用的是这种平行的这种设计 中导在这边 那边就是我们的厨房 厨房也全都采用了 跟公寓类似这种倒顶的 它这个是这种深色系 这个才是我蛮喜欢的 它不是很反光 所以感觉看起来非常的柔和 抽烟机也是这种打开式的 抽拉式的这种 感觉非常的现代 后面的房间墙 也是非常的抛力 然后下面的橱柜 整体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水池在这边 洗菜什么的 转身就可以用我们的煤气炉灶 去做饭 这边的都用的都是德国的Boss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放一个转角沙发 我们可以在这边 做出一个电视墙来看电视 这个应该是一个80多寸的 感觉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外边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方向 就从这边我感受到 外面首先它并不是一个主路 而且从这边是听不到任何声音的 让我们来安静三秒钟 尽管外面的风比较大 但是你依然是听不到什么声音的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区域 这样就可以上到楼上了 上来之后 这边是有一个矮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墙围 所以它整个的视野还是比较好的 这边就是一个超大尺寸的这种 Thinkure 就这边不是谷的 是平的 所以它非常便于收纳 你看这样 螺在一起 把门一关 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共用的一个洗手间 你可以把它装扮的比较 女生或者比较男生都可以 悬浮式的这种柜门 总体来说是非常实用 然后这边就是其中一个房间 装修的设计师还真的是很漂亮 放一个双人床 然后加上床头柜 这边可以放一个小的iMac 平时做做作业什么的 因为它是边角 所以这边有窗户 然后这边也同样有窗户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很舒服 这边就是衣柜 不给大家打开了 然后楼上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房间了 这个房间 它的吊顶超级的高 这个大概得有11尺的吊顶了 非常高 然后这边是一个 淋浴间和洗手间 单洗手池 也是非常的实用 它这边也是两扇窗户 然后这个是一个closet 好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样板间 这个样板间就会大一些 那么进来之后 也是同样一个小院子 而且它没有挨着主路 当然主路其实也真的跟小路一样 但这边就会更加的幽静 好我们进来之后 整体的一个风格 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非常的类似 然后左手边 我们赶紧进来看一下 它这边也是有一个书房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间 我其实觉得有的时候 你可以这边放个桌子 工作累了 有的时候在这躺一会儿 我觉得真的也是一个蛮好的休息 劳逸结合 同样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但这个洗手间 就整个多了一个 真的多了一个洗澡的地方 也就是说这个下边 真的是可以给一个客人使用 或者一个小孩子 他就完全不需要上楼去借洗手间了 所以这个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车库也同样是一个单车库 这边因为它车库 整个是比较宽的 所以你这边可以放很多的架子 像它这样很多运动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UBC 什么各种运动的项目是超级的多 从楼梯上来之后 其实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感觉 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个颜色 它比较偏浅色系 那么从楼梯上来之后 也是同样有一个衣柜 可以让我们放一些东西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正餐区 但这个正餐区 感觉舒展的更开放一点 这边也是可以放一个工作台 这个设计的还是很漂亮的 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工作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像是DJ台 放一个电视 放个soundbar 然后再放一些东西 就是这样 但如果我们买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有白墙 可以让大家发挥自己的作用 去用 这边就是设备 然后整个这边落地窗超级的大 从下边一路到上边 然后整个阳台也是在这边 超级的漂亮 然后因为它也是边角单位 所以那边是窗户 这边同样也是窗户 然后它的客厅这边 跟刚才看的其实很类似 但是它窗户好像更多一些 这边一扇 这边一扇 两扇 然后这边照亮你的楼梯间 也会让你的楼梯间更亮一些 二楼上到三楼 其实跟刚才的那个很像 这边也同样是洗衣红衣机 我不给大家看了 这边是一个第二个bedroom 也是跟刚才的layout 基本上是相似的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权位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主人房 主人房这边 它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洗手间这边 是双洗手池 所以用起来可能更加的方便一点 比较适合大一点的家庭 然后我们如果再往这边走的话 就是它的walking closet 可以说还是蛮大的 同样主卧它的条高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刚才那个那么高 但是已经非常的足够了 整个的采光会显得非常的通透 主要是因为这边一扇窗 而且它的墙厚度没有很厚 所以这边只有一个很小的小柱子 然后这边又接上另外一扇窗了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是非常的亮 哦 感谢观看